第十回 各位,上次洪秀泉答應將妹妹嫁給蕭朝貴,還特地說起問她信不信上帝上身的事。 蕭朝貴就想了一下才說, 洪大哥,我看這些東西跟信佛一樣,信則有,不不信則無。洪秀泉就笑笑口地回答, 那楊秀青上帝上身這種事,你信不信呢?蕭朝貴就四圍看了一下,趕快關上門, 小小小地說,洪大哥,上身這種事,雞食放肛寵,甚至肚明。 我和楊秀青同撈同煲撈了十幾年,大家什麼猴底不知道? 實驚無神,他是天父上了他身。 現在他和洪秀泉是親家,他不老實說也不行,洪秀泉就說, 嗯,這樣也是,如果真是上帝上身,也應該上我的身才是。 這些說話蕭朝貴聽來,有此是埋怨,有此是諷刺。 他不知道洪秀泉為什麼失驚無神看這件事。 哦,是啊,是啊,那天馮雲山不是暗示過嗎? 江童術本來是拜上帝教戚之為異端邪說的東西,洪秀泉是為了這件事生氣楊秀青。 但是洪秀泉那天,為什麼又當眾跪在楊秀泉的面前聽天父教誨呢? 為什麼當時不篤穿他,事後又不說他呢? 唉,這個蕭朝貴的人太直,真是托足都不懂轉駁。 其實洪秀泉想的,既不是斥責,也不是拆穿。 前者就為時已晚,後者對穩定人心不利。 他來找蕭朝貴,不止不想取替江童術,反而想再創作一個偏興上身。 事關人間是講制約的,天上又何嘗不是這樣呢? 不過,他是不可以講穿的嘛。 蕭朝貴是想幫楊秀青辯解幾句的。 只要他說:「洪大哥,秀青都是好心的。 當日馮雲山被捉了去,那些教眾人心散修修, 他又想借上帝開聲,一下就穩住大局。 況且,他說的三八二一,也是等你做王的意思。 洪秀泉就很無所謂地說:「大舊貴, 你誤會了,我們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兄弟, 他怎會想我壞呢?」 我不是這樣想的。 不過,時候,楊秀青又來多幾次上身的事, 如果這樣整天下凡,動一下就發通上帝召子。 馮雲山他們怕另出多門,將來很難收貨。 洪秀泉就很聰明,他沒有說自己是閉藝這件事。 蕭朝貴想了一會兒才說:「這也是的, 不如讓我去說壽青,叫他不要再搞這些事了。 大舊貴,你和壽青談過上帝上身的事嗎? 你問過他真還是假嗎?」 沒有問過,怎麼問呢? 我和壽青雖然什麼都談得來, 只要我總覺得這件事很神聖,不敢問。 萬一真的有,豈不是冒犯了上帝? 啊,反正壽青自己都沒有說穿這件事, 還是不要跟他說,反正他的初衷都是為了大局著想。 洪秀泉就表現得很寬容。 蕭朝貴見他沒什麼說了,剛剛想起身走的, 怎料洪秀泉又叫著他:「大舊貴,你等一會吧?」 蕭朝貴就看出洪秀泉有難言之隱,就表白心跡地說:「洪大哥,我都是你妹夫了,疏不間親, 有什麼就照直說吧。」 洪秀泉這樣才長嘆一聲說:「唉,我都是從即將興起的立國大業出發而已。」 老實說,我都是照舊閉藝壽青動不動就下凡這件事。 我當初默認了,再由我督穿這件事就不行。 這樣做又明替壽青眼眉。 不然,況且港大教眾已經知道上帝上了壽青身,幫上帝說話, 一下又說這是荒誕不驚的事,豈不是連上帝也有假嗎? :「哦,洪大哥,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,那你究竟想我怎樣呢?照直說呢? 如果我大舊貴縮親沙的,是臭小子來。」 洪秀泉見我這樣說就有渣娜了,他就問了:「這種上身的鋼童術,你識不識?」 :「你識又怎樣?你不是想我有上帝上身嗎?」 :「上帝既然上壽青身,那就不要爭風,還有天興基督,如果天興上了你身,代傳聖言,那就一樣了。」 :「哦,到了這個時候,蕭朝貴才明白洪秀泉的全部意思,講來講去,是等他又來一個基督上身,用來對付抵制上帝。」 他不可以拒絕,或者洪秀泉中我每下嫁給他,還是為了收買他,借他來抵消楊壽青的勢力呢? :「這樣一想,蕭朝貴的心都不知是甚麼滋味了,有一種受人魚龍的感覺。」 :「不過再想深層,又覺得自己多心了。」 :「大家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,洪秀泉這樣做,是怕今後另出多門而已,不是想削弱楊壽青的。」 :「於是,蕭朝貴就很爽快地答應了。」 :「那或者要報答洪秀泉的知而知恩,又或者是出於對即將起義的拜上帝教的忠誠。」 :「在洪秀泉交代任務三天之後的一個挨晚,在胡爾房的家裡,蕭朝貴是第一次天興附體。」 :「當時,拜上帝會的頭領在齊開會,他又來玩這首歌,雖然令眾人吃驚不少,即沒有人持有異議。」 :「高高低低的香火點著,燈火悠悠,胡家大廳道,布上一層鴿索迷離的色彩。」 :「蕭朝貴整身打冷震,手沒觸到。」 :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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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」 :「紅手泉就問吧,大鳕貴,你幹什麼?」 蕭朝貴一直摸在洪秀泉的面前,指著他的肥哥就問,啊,你是不是洪秀泉?我乃是天兴基督,你等小子聽著,我要對你們分界開道。 哦,咚聲,洪秀泉呆頭跪低,他故意無心地看大病錯好的楊秀泉,看看他有什麼反應。 洪秀泉見到楊秀泉眼神一陣驚異迷惘,跟著是無可奈何,哎呀,得米了,洪秀泉的心好像搭糖那麼甜。 楊秀泉剛剛大病好了,個人還沒什麼精神,只要他遲了一陣,見馮雲山地個個跪低,就顧著自己都跪了。 啊!消朝貴張牙舞爪地在人前面走來走去,大聲地說:「凡天兵天將!斬妖魔頭!要奉天父之命,天興之命!奉天王大道,君王泉之命!。」 講到這話,他就走過去對洪秀泉講, 你知不知天王大盜君王泉? 洪秀泉手陣陣地在懷中, 含出寫有這七個字的一幅王鑽, 燒潮鬼就扮鬼扮馬, 這七個字是天父守書, 你等往後都要聽洪秀泉命令, 不得有誤。 眾人就回答, 緊遵天興之命。 聽到這話, 洪仙嬌第一個起了身, 望望臨鳳祥一眼, 蕭潮鬼就慢慢打爛陣,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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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們好自為之, 天興我上翻天啊。 講完,他咚聲整個鐘低, 跟著就啪啪聲飆冷汗, 其他人爬起來, 馮雲山就扶起大舊龜, 只要大舊龜就說, 啊, 晃晃乎乎乎, 我好像發了個夢似的。 洪秀泉就說, 大舊龜啊, 天興上了你身啊, 你已經傳達了天興的旨意了。 楊秀青又一直沒有出聲, 看著地上。 洪秀泉又來不中看著他, 見他的樣子呢, 好像在此思思疑疑那樣的。 他或者是根本不信。 洪秀泉的心想, 哼, 就算是不信, 你都不敢出來揭破。 時恩, 如果你敢這樣做, 以前的天興下凡就不攻自破了。 想到這樣, 洪秀泉一身都鬆了。 看著楊秀青根本沒有想著要追究天興下凡的真偽。 他從病好了之後, 立即投入起義的準備工作了。 這一天, 他叫了蕭潮貴去金田村自己家屋, 叫他老婆沖茶來。 那個黃麵婆的手指甲藏滿泥的, 整梳的手指浸在茶水裡拿出來給人喝。 唉, 連蕭潮貴這個人沒有什麼俱論的人都不敢喝。 楊秀青一咕嚕咕嚕, 在那兒抽著水煙筒, 兩個人逐項逐項研究起以前的大事。 楊秀青突然醒起, 去廣東接洪秀泉家眷的事了。 欸, 大狗鬼啊, 去接洪大哥家眷的人回來沒有? 蕭潮貴就說, 呃, 秀日光, 蕭潮貴護住家眷已經過了蒙江, 正向平南進發。 昨天秀日光派人送了信回來啦。 嗯, 萬事俱備, 就差東風啦。 點起這把火的時候, 我想再潑行些。 呃, 呃, 秀青哥, 點… 點撲法呀? 楊秀青叫所有家人出去屋, 連妹妹楊雲嬌都叫走, 跟著, 在床下底就抬了一塊碑石出來, 整個碑石呢, 就刻著兩行大字的。 更率十一, 金歌真真, 跟隨我主, 天國太平。 呃, 秀青哥呀, 你想做什麼呀? 這塊碑石, 是我靜悄悄請人作出來的。 等著你就帶人, 把碑石摁在山腳的祠堂後面, 不過千萬不要被人看出是新摁下去的。 哦, 到這個時候, 蕭潮貴就醒水了, 秀青哥呀, 為什麼你, 你不請天父來講呢? 呵呵呵, 開講的有話, 求得神多, 神不靈呀, 放著天父天興, 動下就上身, 好煩的。 嘿嘿, 這樣也是, 這樣也是的。 蕭潮貴就小笑, 點到為止, 兩個人都不再講這些東西了。 那麼蕭潮貴就揀中金田村, 池堂後面那塊爛地來埋。 當晚, 烏燈黑火, 有兩個黑影去動一下動一下, 原來是蕭潮貴帶著托石碑的光源拔 走去祠堂後邊, 咚聲, 扔下那塊碑石, 江源拔就慢那麼滑泥了。 沒多久, 他們兩個就躲在那塊碑石, 拿腳慢那麼踩實面頭的浮泥, 又走去帝樹, 剷了很多草皮回來, 一塊塊就鋪到剛剛滑角的藤面上。 搞好了, 蕭潮貴才去拍江源拔的肩頭, 兩個人就靜悄悄走了。 到第二天, 金田村池堂前邊那個曬谷牆就虛陷了, 嘟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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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角聲響徹天空, 首領各種武器, 身著戰袍的炭弓, 抗弓, 農民, 嘟嘟聲湧向大地堂。 楊秀清, 蕭潮貴等人就威風凜凜, 一副容莊形象, 本身就對暴仲是一個古武來, 遠處是金鼓齊名, 石白開若然上馬, 帶著大隊人馬就開過來, 金田村這邊的人都是向他們歡呼, 羅大江蘇三良帶著他們的艇軍也坐船抵達河岸, 從高處看下去, 人山人海, 場面令人激動。 只見楊秀清親手舉起一面, 幸王旗, 入了幾下, 紫荊山下就一片直靜了, 大家還以為他講幾句起以前的什麼說話呢? 怎麽不知他失驚無神地說, 兄弟姐妹們, 我昨晚發了個怪夢, 夢見一位金稀金格的真神, 雪聲從天上飛過, 我就馬上追出門口, 竟然龍嗚聲巨響, 好似行雷那樣的, 那個金規金格的真神, 就鑽入祠堂後邊那塊草地上, 不知是空還是吉呢? 她妹妹楊雲嬌應聲而出, 她亦穿上一身容裝, 她說, 真是吉事要啊! 既然知道金神落在邊市了, 我們大家不妨拔開來看看嘛! 咦, 即時, 近著那塊爛地的人就含含聲湧過去, 不用多久, 真是掘了蕭朝貴昨晚翁華那塊石碑出來, 嘩, 真是有塊石碑在那裡, 好靚啊! 是咯是咯, 這塊碑石是真神花生來的! 嘩! 嘩, 人們歡呼著, 抬著石碑, 抬到楊壽清石打開地的腳邊, 楊壽清就說了, 嗯? 看這塊碑石, 還好似有字那樣, 打開兄弟, 請你讀給大家聽下, 石打開就拿手, 撥開石碑上面那些泥, 看了一下就大聲地讀了, 更率十一, 金歌憎憎, 跟隨我主, 天國太平! 今年是道光三十年, 嗯? 正是更新年, 今天是十月初一, 說的就是今天啊! 哈! 好夜! 哈! 好夜! 萬眾歡呼, 舉起來的長矛大刀好像樹林那樣, 石打開就接著說, 金歌憎憎就是說, 從今天起, 我們要拿起刀槍, 跟隨天國大道君王傳, 天國太平! 我想, 我們要創建的新天堂, 就應該叫做太平天國! 人群裡頭又一次爆發出震天動地的歡呼聲, 太平天國萬歲! 我們就是要太平天國! 那幫領袖跟著大家一起跳躍歡呼! 楊秀青終於擺下手, 會場又慢慢靜下來了, 他在蕭朝貴手上接過一竿大王旗, 揮動著說, 從今天起, 我們就扯其堅毫, 我們是太平天國的神民, 再不是清妖的子民啊! 說完, 他就帶頭打散自己的邊, 讓頭髮散開了, 蕭朝貴, 石達開, 韋昌輝, 林鳳祥, 所有的人, 或者披散頭髮, 或者把散髮盆在頭頂, 拿紅筋來包住, 哈! 哈! 一時歡聲雷動, 這條看上幾兩重的邊, 已經拖累了他們幾代人百幾年了, 就好像一條搞索, 緊緊地攪著老百姓那條頸, 纏得他們幾乎吐氣, 今天, 終於除了一條搞索, 人民可以放開喉嚨, 大聲吶喊了! 喏, 喏, 上帝教就終於起義了, 但他們這些人未打過仗, 內部有這麼多問題, 可不可以成功? 是, 他說, 就是喏, 喏, 喏,